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三王府真乃是兵法奇才啊 跟我也是越来越有默契啊 当日芝麻宴上一个眼神交汇 她就知道我对父王出的考题 完全没有准备啊 于是她便使出一招暗渡陈仓 不惜以身事法惹怒父皇 为我掩护啊 今日要在三王府 故意和我针锋相对啊 对不对 对不对 一掩盖 我们大家就是同龙的事实 简直就是环环相扣 精彩精彩啊 客气客气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总之就是做得好 三王妃无敌 无敌刺客联盟 万岁 万岁 三王妃果然是女中豪杰 不过说回来啊 要是三王妃下毒成功的话 咱们就不用在皇宫 搞出那么多事情了 你们是不是傻 三王子突然之间暴毙 谁的嫌疑最大 当然是你二王子 还是挑在父皇回宫之前 时间节点不对 这个刺杀事件啊 我建议先放一放 以后有关这种事情 我自有分寸 明白了没有 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没有 多读点书 多读点书 多跟三王妃学习啊 那个 没什么事儿 我就先走了 慢走啊 哈哈 店家 这么晚了你还在学习啊 你先去那边睡吧 哦 哎 以前都是她抱着我睡 如果我能尽快打通游戏出去 一切还能回到从前吗 怎么了 殿下 我能不能睡你旁边啊 为什么 有点怕 你放心 我不会找到你的 好 哦 我 早啊 图思义 不知道已经多久 没有一觉醒来 就能看到你的脸 在那个你拥有 众多粉丝的世界 睡前道一句晚安 醒来道一句早安 都是多么奢侈的事情 这么看来 能来到这个世界 与你相处也不错 答应我 等我成功带你出去 我们每天都要这样 殿下 该用早膳了 您这儿 起来用早膳了 好的 殿下 黄菲 这样 我也将你爸也吃的蛋黄 都挑着去 不嫌疑的 你不觉得我王兄 今天的眼睛 有点不太一样吗 眼球泛黄属于 休息不足的症状 只需要以下枯层 不是 我不是说这个 我说眼神 你不觉得有一种 暖暖的感觉 思雅 真儿昨晚已经搬回 我的房间住了 什么 若你以后有什么事找她 就直接来我的房间 你们住一块了 夫妻之间住在一起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吗 四眼还那么小 不要跟人家讲 这么细节的事情 王兄 你以前对林郑儿你 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的 郑儿身上 还是有很多傻瓜点 你不是说这首歌 不是 cin阮子 我也是 配合 给雅 你 你 你